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我们想分享一下我们在东门买球鞋 和食杭州菜 你又说,买球鞋上次老爷不是买了? 是的,他今天又买了 我们又来X特布 现在进来特布 X特布 看看这些女装鞋 这些全部都是女装鞋 本C9就看中这双鞋 员工告诉我,这条斜道是叫漸进式 即是走路时是漸进地向前傾 就不会一下向前傾 这是防止膝头痛 这位员工妹妹很好 她的我这样绑鞋带是没那么容易脱的 这是太阳广场的中庭 刚才在这里上五楼 这里全部都是买运动鞋和运动衣 这件衣服 老爷爷经常找 找哪一间 中国李宁 都知道在阳光广场 五楼找到 看看有什么宝藏 这件衣服前面需要李宁的名字 这件衣服很漂亮 原价都是$399 现在打完截都是$309 这个是普通版 所以这么便宜 上面那些是升级版 这件衣服是$599 超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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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买完两件衣服 就有8折 如果买多一袋 买多一袋 它就有8折 好像是做12号 3月12号 老爷爷有你没你 正在试 正在试这件衣服 经典款 超轻的 跑步派 好了 试完整堆 什么感觉 超轻 轻不轻 他说超轻 很轻 这个底很软 底很软 很软 很软 还有其他颜色 要是选这一只 要是选黑色 我叫老爷选黑色 我对物加这个 这个有8折 这个是9折 这一对是59 这一对是8折 波鞋 479.2 对物是53.1 人仔 刚刚在这家 买东西 老爷爷 大手购 其实都买了一对鞋 一对物 跟着 分享一下 我们去1234 Space 广场 吃东西 不同一天 我们的衣服 是不联系的 哈哈 有个美女带我们进房 不是进房 带我们进去 几年没来 绿茶漂亮了这么多 很有格调 哇 我们坐在这里 趴位 一坐 我当时 已经倒两杯茶给我们 怎么餐呢 遮住名字 不是遮住样子 看这张纸 或者 以为问自己怎么餐 可以QR Code下单 看看 哇 有很多菜式 这里是主打 这个杭州菜 有西湖坚果 牛粉 那 那 虱子头 我们叫这个虱子头 那 有些小白菜 那 那你在这里选 那 比如要这个热芬 看看有什么 水煮牛肉 小锅土豆 我们叫这个 薯仔 那 那 冲爆牛肉 哇 那 都很好 那些菜式 可以来发掘一下 哇 中间有个船 还烟霧离漫 很漂亮 现在下午十二点正 不太多人 你试一下 多漂亮 这个是一个漏豆 如果半小时内 他流了沙子 菜都未到 他就请我们喝东西 他们这餐具 都画了一些中国画 这一张碟 有 有 很有思义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土豆 土豆 这个是土豆 哇 还有一个锅 热啦啦 是啊 老爷爷叫的 这个 听到辣辣声 趁热啦 趁热啦 有点辣椒 哦 卖箱挺漂亮的 挺有惑的 热啦啦 我最喜欢这些菜 就是热啦啦 好美味 这个是土豆 它是爽爽的 爽的 这个好吃 茶香乳隔 它是沾纸上的 这么有趣 这是什么呢 这些是手套 是的 给你手套 挺贴心的 这是金钩龙汤奶白菜 好了 送菜 来齐 我们叫了四个菜 这些菜 这个上来 我给你吃了 这个黄瓜 这个粟糕 是个毛一样的 好像 一些小米 在这里 这些小米 在这里 小米粥 这个狮子头 是的 这个狮子头 很花太多 花心地做 那些茄子 小鸡鸡骨 脂皮不是脆的 茶香分成了 味道是特别的 它的鸡鸡 茶香鸡鸡 有茶叶是很入味的 挺好吃的 金肉狮子头 有火焦着 我很喜欢 这个汤热热热 刚才我试过一口 很浓郁 应该是南瓜 这个肉球当然是猪肉 它要加很多调味 要用猪猴腿肉 剁人手剁 鱼肉和鱼肉 有这种效果 製作是很复杂的 我只是懂得吃 所以不会做 猪猴头很有肉香 肉也不会太硬 刚才我说 那些汤有小米 我觉得它是糯米 是像糯米 这个金钩浓汤奶白菜 金钩或者是虾米 虾米滚汤很惹味 加上白菜清新的味道很夹 不过这个汤喝下 比较普通 没什么惊喜 结束 128元 刚才绿茶 吃完 这是五楼 很多食肆 这里有一家辣二爷 牛肉 吃牛肉 吃牛肉 接着这里 有一家华门 客家小厨 这家店我也想试 这里有一家 娃来达 就是说 2019年 大宗短平上房的餐厅 这里 有一家淡仔 再过一些 椰林四季 这是五楼 最高就是五楼 1234广城 第二家黄昏 我们今天又来到 绿茶餐厅 现在是5点四日子 看老爷 蒙了眼 QR code落单 这个是猪手 刚刚老爷吃过 哇 好香 这个是凍的 看来也很好吃 这些是蒜 葱 那些 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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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的肉味 猪肥 有点炒豆 但它又不是很硬 是啊 那些是软 是啊 它是软到来有炒豆 这个是客家茄子煲 好 下面呢 有火烹着的 这个很浓 浓油赤醬就是这些 你看看那些芡 那些汁 挺稠 挺好吃 哇 看 看 还软着 很软 滚滚 你看 这个是皮蛋 这个是酱包石锅 哇 又是 石锅又是这样滚 这个呢 就是 东方肉 哇 我们现在整台都是东方肉 这个呢 就是冰粉 来的 多甜品 来的 多甜品 这个是冬波扎肉 其实呢 它也是猪肉来的 不过呢 找条草 拿着肉 所以叫做扎肉 冬波扎肉 哇 有几层 冬波肉 当然容易吃 不过 不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一定要用一条 咸水草 去扎肉 是否怕牛肉散了呢 正常冬波肉的味道 也是偏甜的 这个是杭州菜的特色 表面那股肥膏就特别香了 好吃一点 肉 瘦肉的部分 反而不是那么 即是 即是入口即溶那种 但又不是叫柴 OK的 这是田鸡 来的 这个是辣的 有些花椒 有些花椒 有些花椒粒 有些花椒粒 挺野味的 挺好吃 我又挺喜欢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些是毒籽蒜 放在两边 蒜味不太太重 但粉粉的 皮蛋是辣的 还有酱汁 还有很多辣椒 但是綠色的我猜是橄欖油 皮蛋也挺高質的 挺好吃的 不過是辣的 這些是凍食的 這是我的甜品 冰粉 這是酒釀丸子 這是酒釀丸子 用紅糖來攪拌 紅糖很濃郁 丸子沒有餡 只有一塊粉 這些是花生粒 這些是酒釀 這款食物很好吃 攪拌均勻 吃下田雞鍋 味道很普通 只有辣子 是老杭州鮮蝦小籠包 老爺生日大食跡 不斷叫菜 小籠包的汁是辣的 不覺有醋味 他不是給錯 給錯汁 大佬 小籠包也挺好吃 不過有粉辣 也有些汁 我們叫白飯 不過這麼久才來 都飽了些 不過要吃 大家 賣單 我們叫了六個菜 一個甜品 一個白飯 一個白飯 一瓶啤酒 總共是276元 人仔 吃到捧著肚 通常我賣單 都用微信支付 然後當然是看看 美團有沒有優惠 有優惠 我就買了一個團購 那這一餐就省了10元 如果不懂得買團購 不要緊的 可以找收銀的員工 他幫你忙 他很樂意幫你忙 我都不熟手 每次都找員工幫忙 那一餐飯都省了10元 8元 不要走 大家有沒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進來看看 我有很多生活的點滴分享 ID是RedBokeet118 多謝 支持 支持誰 支持阿肥 訂閱 讚好 留言 不知說什麼好 就給個心 就行了 多謝 拜拜